欢迎收看侦探的白夜极光平民低配攻略 这次我们来打克纳利梦境里浅梦难度的EXC关 呵呵,这一关确实是不简单 我其实是想打一个无六星低配的 但是打了一上五,两三个小时 最好的一次是差了6%的血 因为这一关BOSS的移动逻辑和大炮的出现位置都是随机的 就算我把这个作业凹出来了估计也非常难炒 所以由于再三,我还是给大家打了一个单六星的低配作业 虽然含金量称不上高,但肯定是比较轻松,比较容易复制的 那么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 首先,因为开局的格子刷新都是完全随机的 所以为了降低难度,我强烈建议你要刷一个好的开局 什么是好的开局呢? 你要看这三个怪,国王和那两个紫色血条的李炮 在好的开局里,这三个怪的身边会有比较多的水格子 这样在转色和打伤害的时候,都会更加轻松 第一回合一定要抢到足够多的伤害 所以先释放克罗伊技能 然后使用弗劳尔技能,标记左上角的李炮 因为打这个李炮可以对国王造成等量的真伤 然后我们转色,进来让李炮和国王的周围都变成水格子或者万色格子 接着,释放修拉德技能和威斯技能还有康斯坦定技能 下面我们要开始走格子了 我们连线的主要目的就是,在一次连线里,把李炮和国王一起打 然后连线的终点尽量落在国王和李炮之间 这样一来,我们的光灵输出会成位的递增 再配合让克罗伊的加工和修拉德的双击 在一回合内,就可以很轻松的把鱼儿国王的血量压到40%以下 第二回合国王进行了移动 不过我们还一样的思路啊 先在李炮和国王的周围进行转色 然后再一次连线之后,让我们水系光灵的普攻覆盖掉李炮和国王 普攻能打4格就打4格,能打3格就打3格,打得越多越好 只要我们能按照这个节奏来,这把就并不难赢 伤害基本都是溢出来的 这一关之所以难,并不只是因为国王太肉 而是因为皇家李炮的伤害太高了 随便打个几下,你的血量就不够三行 再打个几下,诶,没了 所以打完这关我心里就一句话 好了好了,第三回合 先对着下面的紫色李炮释放弗劳尔技能 然后开启我们的主动计,进行一轮转色 转色的具体思路跟我刚才说的是一样的 这里为了容错率,我还少转了一个 只要能做到,绕着紫炮和国王一起打就可以了 每回合都这么做,输出肯定不会低 当然这一关最难受的地方在于 紫炮的射程虽然高 但是他出现的地方是随机的 一旦你把紫炮打倒了 紫炮就会在随机的一个位置立刻复活 而且复活之后就能动 我曾经见过啊,两门紫炮直接复活到我的脸上 瞬间就给我带走了 这种你要遇到了,就重开吧 第四回合,先释放抗氧散性技能 追击残血的紫炮 然后再次开启主动技能 按照刚才的思路进行转色 因为这种图没有轴 所以在你自己转色的时候 可以速度稍微放慢一点 能不失误就尽量不要失误 下面我们继续按照之前的思路 抖水格子 绕着礼炮和国王走一圈 在保证自身尽量安全的情况下 把落点位于他们之间 当然如果你血量不太健康的话 就不要和满血礼炮走得太近 否则他一炮就能把你轰掉相当多的血量 大概是15%的30% 你看,这一炮已经相当结实了 第五回合 先用弗劳尔技能瞄准离你比较远的紫炮 然后再释放威斯技能 来一轮扫射 因为有主动进行技的强化 所以五星威斯伤害还真的是挺高的 然后我们继续进入到了主动转色的阶段 每回合都要用 如果不用的话就会吃亏 然后依旧是围着一门礼炮和国王进行输出 把位置成在他们之间 这样可以让光灵的连索技 更多的覆盖他们两个 造成额外的伤害 可以看到我们的伤害是非常可观的 不过伤害不是白来的 这都得于刚才的好开局 和我们的好思路 最后 Boss只剩7%的血量了 那他就已经是再见难逃 我们来释放修拉德技能 克罗伊技能 来 听话 让我看看 看一看该怎么转这个万色格 才能更好地包围你 最后我们利用这些万色格 走出一个比较完美的高覆盖连线 来结束今天的对局 虽然这些高难关卡确实很难 不过大家不用担心 因为我们永远有对此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攻略的全部内容 希望能帮助大家 我是侦探 白夜极光资深玩家 期待你的关注